蘇處 體育處蘇處長 辦委會中主委蔡總幹事 我議會的好同事 來自善化的林志展林議員 來自安南區的李忠誠林議員 還有各位貴賓 還有比菲多的王董事長 還有衛生體院的董事長 還有我們城市棒球隊的林昆偉林教練 在座各位裁判各位教練 各位好朋友各位選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很榮幸第四次來參加 我們巨人盃青少棒的開幕賽 顯然的我是每一屆 每年都有來 恭逢其盛 也每年都要來見證 我們台南市 通過巨人盃 從少棒青少棒到青棒賽 通過巨人盃的盃賽 來把台南傳統的棒球榮光 留在台南 發揚在台灣 我想在這個地方要在一家 跟我們在座所有選手 恭喜你們有這個榮幸來參加巨人盃的青少拜賽 為了台灣的棒球史上寫下新的一頁 也期待 也期待透過比賽能有好的成績 我想每一次的杯子 就是要讓我們打出更好的成績 讓我們的吉卡更精進 讓我們的技術更優秀 我想每一次都在國中還要繼續打棒球 我們有可能在國中也能繼續打棒球 我在這裡也要拜託我們教育局 我們台南的棒球的三級棒球的制度 一定要扎根的建立 我們的青少棒其實都非常優秀 可是到了協健到高中的時候 其實發生非常嚴重的斷層 那這在裡要跟城區黨拜託 未來期待能把優秀的國中的好的選手 留在台南的高中 落實台南的三級基層棒球 然後先接到大學 先要城市棒球隊 甚至職棒 我想這樣打棒球比較有未來 打棒球的小孩也比較有出團 這個地方在這裡也要感謝大家 大家永遠來支持我們台灣的棒球 台南的棒球 這裡在這裡也感謝大家 也很好大家 最後要很誠摯的拜託我們台南 七間參與的國中 內舉不必請 要把杯子冠軍杯留在台南 謝謝各位 謝謝 続きまして 安蘭岡會長一言 お挨拶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日本調部棒球隊會長 安羅剛敏夫先生致辭 本日から始まりました 2015年 巨人杯 國際新選大會 十分的感謝各位 本日成功各位 都在我們 要部隊 A隊與B隊 前來參加這一次的 2015年巨人杯 國際青少年大賽 十分的感謝各位 澆府中 也有三十多年 一直都在台湾上 台湾上來 台湾中學生的野球技術 是很素晴的 所以我考慮了 日本回到台湾上 已經來到台灣進行交流比賽有三十多年的歷史 每一次都遇到台灣國中門都是十分精彩的對手 因此每次都是非常開心地回去日本 またこの大会も昨年は三チーム 今年は二チームということで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おります 今年は優勝を目指して選手たちも頑張ると思いますので 一つ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終わります 今天我們也以冠軍為目標 希望各位也不要手下留情 讓我們來打一場精彩的比賽 謝謝